大家好 有沒有發覺最近已經開始在慢慢變熱了 那我記得我之前有拍過水箱 然後水箱蓋 再加上現在越來越多的摩托車 基本上汽車除了一些老車或者說 現在寶石姐全部都搭載水冷或油冷了 所以應該我覺得水箱是水冷這種東西 應該是越來越普遍了 那再加上剛剛我講的水箱水箱蓋 然後他們的一些工作原理我大概都有說過了 所以今天我們來聊聊這個 這個叫水龜 一般來說 不好意思 一般來說你只要順著上水管下去找 一般都會找到它 像我的就裝在那邊 就上水管 你就順著上水管找一般 一般車型的話你順著上水管找 就找得到水管的位置 好 那水管基本上 它有點像摩托車的那個自動主風門 跟那個很類似 它這裡面應該是那種類似 石蠟這種東西 然後 然後 當你水溫到達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這個就會收縮 這個 有沒有看到它這邊 它這邊有卡著那個殘黃嗎 但是當你溫度到的時候 然後 裡面的石蠟它會膨脹 膨脹以後它會往下推 往下推以後這個閥門就開了 這個閥門開了 等一下喔 什麼 太小顆看不到喔 好 好 好 那 像 這顆也是差不多啦 這個 裡面 這個也是算石蠟的這個東西 但是 基本上 我沒記錯的話 它大概裡面都是有點類似 就是 會受熱膨脹的那種東西 可能 後面有可能有改變了或什麼 但是 最早期的時候 它這個裡面應該是灌石吧 我沒記錯的話 是 然後當 它受熱的時候 它會膨脹 它裡面膨脹以後 就會 往下推 這個閥門 就會往下推 然後 水道就開了 因為水道是這樣子嘛 它是 水管是這樣子 水道是這樣子 這邊封閉住 然後這邊封閉住 所以當石蠟 膨脹以後 它會往下推 讓這個閥門開啟 這邊就有風 然後 水就可以開始流動 基本上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它都會標示上或下 但是以轎車的來講 它上面多半都有一個小孔 像這個 小孔這個東西 你要 你要朝上 記得要朝上 然後 像這個它有一個這個 這個小東西 其實它的作用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這個小洞 它一般來說就是 排空氣在用 因為畢竟 你水如果 沸騰的話 它會產生空氣 所以 你 它這個多半 就是在排空氣在用的 像 以前玩西面的時候 然後 好像我們都是把這個剪斷吧 就 只留這個小洞 然後 要記得 裝的時候 一直往上裝 然後 像 水龜 你可以看它這邊有寫 這一顆是82度的 它就表示82度的時候 82度到了 它就會慢慢開啟 形成 可以 大循環 那這一個是71度 基本上水龜這種東西 都大同小異 但是它一定會標示說 它的那個 水溫開啟溫度 那 可能有的人 你們 應該是不會去 自己動手更換這種東西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重點就是 如果水龜故障的話 你會有什麼 你在開車 你在開車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覺 或者說 車子會有什麼徵兆 讓你知道 水龜故障 基本上水龜故障 就兩個現象嘛 要嘛就是 它不開 你就算溫度到了 它也不會開啟 這個就會導致水溫很快就上升 然後 它會無止境的上升 因為你水沒辦法循環 水 你的水沒辦法回到水箱裡面 進行散熱 所以變成說 你的熱水全部都是 困在引擎裡面 那 就是 這個是很危險的 所以基本上 一般車輛啦 我知道現在很多車子 已經取消了那個 水溫表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啦 或許 可能 有的人會說 反正以前的車 原廠的水溫表也沒有很準 但是我覺得至少 你也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它會緩慢的指示 我覺得這比較安心啦 所以 我們都還是會去加裝 外加的水溫表 那 一般車輛 只要你的狀況都正常 水溫一般都會指在中間 就是高低的中間 多半 其實有一些小症狀 你仔細看 你基本你細心點 因為畢竟車子 都是你在開 所以有些小症狀 應該 很容易的 你 只要細心點 很容易就會發覺 譬如說 你冷車的時候發動 你在熱車的時候 你如果發現 以前可能要 熱個三分鐘 五分鐘 水溫才會慢慢動 但是現在為什麼 可能 動了以後 一下就上去了 它不 就是 水溫上升的速度 會比以前快 這是一個徵兆 然後 再來就是 你在行駛的過程中 因為畢竟 你車有在動 有在撞風 雖然水龜沒有開 但是 它還是會有很基本的散熱 那 這個增狀 反正就是 你只要看到你的水溫 上到正常溫度以後 還會繼續往上爬 那個就真的就不對 你真的要趕快填路邊 不要跟它冒險 你只要在水溫超過 你正常的儀表的範圍 一點點 你就要趕快去 停車 去檢查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並不是它壞掉 有可能是你的水箱缺水 或水箱破了 水管爆了 都有可能 但是基本上 不管是什麼狀況下 你只要看到水溫表 上升過度 就 像我剛剛講的 一般 水溫表 它可能就只在中間 一半 你只要稍微過頭 你正常行駛下 你只要稍微過頭 這時候你就要注意 剛剛講的是 水龜 如果是壞在關閉的時候 會有的症狀 那水龜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它壞在開啟 它變成說 它關不起來 你的車永遠都在大循環 我覺得這個狀況是比較幸運的 因為你可能可以避免 那個 鋼電沖掉的危險 但是 會形成一個狀況 就是 你的引擎 一直達不到工作溫度 你的水溫會偏低 其實我這台車就有點這個毛病 我 目前還不是很確定 因為 我開了 這台車雖然說我是蠻二手的 但是我開了這麼多年 它的水溫上升 到 工作溫度這段期間 我正常開的話 是都正常 但是如果 我可能跑快的話 可能 這點我就要怪我自己 我可能沒有很注意 因為畢竟我們鄉下這邊 冬天比較冷 所以 我的觀察是 我這台車 在冬天的時候 我腳可能開快一點 我的水溫反而會往下掉 夏天的時候就沒有什麼感覺 就在 差不多的位置 所以我目前 因為沒有猜 我目前以 這樣子去判斷 那我並不能確定 我的水龜有故障 然後 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第二個狀況就是 你的水龜是壞在 開的狀況下 可能 壞的狀況有很多 可能 摊簧 壞 或幹什麼 都有可能 或是 死蠟中間這個星 卡死在那邊 有可能 他就變 這個就變成說 你的這個 水道 永遠都只開啟了 像我剛剛講就是 可能 你的 熱車 會變得很慢 因為你一直在大旋循 因為水龜一直在打 所以你的 可能你的 熱車的速度 會變得慢 水溫上來的很慢 然後 你在行駛的過程中 可能 你只要開快一點 水溫表 反而會往下掉 這個 都有可能是 水龜壞 水龜壞在 開啟的時候 那 這個的壞處 就是可能 你的 車子 一直達不到 工作溫度 然後 可能會造成 油耗偏高 或者說 一些引擎數據 不正常 都有可能 這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 電腦車它一直會修正 可能 你如果水溫上不去 它可能油會噴多一點 都有可能 那 水龜 還是 還是 我還是覺得 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是壞在開啟的時候 真的算運氣很好 然後 不管是壞在開啟或關閉 當 你的車子 你覺得你的車有上述症狀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真的就要很小心 尤其是壞在關的時候 你一不小心 你可能整個鋼墊充掉 可能縮鋼 然後 都有可能 反正就是把你把丟在路邊了 那 水箱 冷卻系統上的話 除了水崩譜 我還沒有講 水崩譜的話 很簡單 它就是可能 皮帶 或者是鏈條 都有可能 帶動 你腳車一發動 它就會一直循環 它就會帶動它 我記得 我記得水龜做 它會有一個旁通 旁通水道 一個小水道在旁邊 所以 如果 水龜沒有開啟的話 它還是能夠做小循環 但是當真的引擎過的時候 小循環已經來不及的時候 你真的大循環開不起來 真的對車子是很大的傷害 好啦 因為 附近鄰居 他們在施工 然後 收音上可能會比較吵 那 今天水龜的介紹 就到這邊啦 大小水龜一起 跟大家 說 掰掰